YO 各位 今天我們要來教一下底線的步伐 但在這集開始之前 我要特別感謝我的贊助商Spark Protein Spark Protein 是一家專門研發 優質蛋白質產品的一家公司 那它也是我接觸訓練十多年來 我喝過我自己覺得最好喝的 最不會死甜 最不會膩的一家蛋白粉 那我個人是非常推薦他們的產品 然後我自己很喜歡吃他們的巧克力餅乾 跟巧克力 所以各位如果有想要送禮 送給女朋友 情人節之類的 可以考慮一下他們家的產品 又健康又好吃 那今天要講解一下 球前的時候呢 到底要怎麼往前推進 那很多人打網球的時候呢 他們會這樣子 拉完拍 然後這樣子走進去 但其實這樣會有一個問題 因為拉拍不是很完整 而且速度有點慢 所以正確的做法呢 其實是這樣子 側身拉完拍之後 靠前腳 然後做一個後跨步 這樣子 大家可以看到說 從底線這樣子 做了之後呢 其實一步就已經到半場了 然後呢 通常球大概會落在發球線附近 這時候呢 我們會再做一個側面步 調整一下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從底線到發球線呢 只要一個後跨步 再加一個側面步 就已經到這邊來了 很快就可以去打他了 那如果對方做掉小球的時候呢 通常我們看到他初拍的時候 我們看到他這樣切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是掉小球了 所以我們會直接往前面衝 最後呢 再轉身 然後這時候轉身的時候呢 做一個後跨步 這樣子上來 去打他 所以基本上呢 後跨步是一個非常用來做腳步的東西 包括回味 包括閃震拍 包括往前 包括往後 其實都是一個很不錯的一個可以運用的技巧 然後涵蓋的範圍呢 會比單純的側面步要來的大 大家應該記得我之前說過 側面步是用來做短暫回味 短暫移位 就是小小的調整的一個步伐 他的步伐的距離 他步伐涵蓋的距離不是很大 那今天影片就先到這邊結束囉 下次見 掰掰 記得訂閱 請記得訂閱